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音阶 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半音阶 那半音阶呢就是相邻的两个品 它们就称之为半音关系 那么音阶呢和半音阶有什么区别呢 音阶它既包括了我们半音 也包括了全音 在我们音阶里面呢 音和发是半音关系 息和多也是半音关系 那其他的音都是全音关系 那音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 那我们这一节课要学习呢 就只有一个音区 就是从我们的中音的多呢 到高音的多 那这就是一个八度 现在大家讲一下 我们右手呢跟半音阶一样 你可以选择我们的食指中指交替 也可以选择拇指食指交替 还可以选择我们之前学的正常的波线方法 拇指来管我们的六五四线 然后我们的三个手指分别去管一二三线 好这个呢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 和自己的一个喜好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先来打开我们的书籍中 对应的音阶 好那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六线谱 然后呢是C调 C四拍的 然后我们来看到我们六弦 好六弦什么都没有 那代表呢我们不需要去按 那么五弦有一个三平 就代表我们需要用我们左手的三指 按在五弦的三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把它看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中音的多 大家也可以对应下去 看一下我们的简谱 第二个音是在我们的四弦上面写了一个铃 然后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按 直接去弹响我们四弦的空弦就可以了 那这个音呢 就是中音区的R 好那下一个me 是在我们四弦的二平 先找到四弦 按住它的二平 用我们中指 也就是中指按住我的二平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弹响它 好这就是我们的me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fa me和fa呢 它是一个半音关系 所以它们是向铃的 好那么fa 我们呢再弹响它 好再下一个音 是在我们三弦 三弦的空弦 大家可以看到 它对一下来是一个so 好 我们这个铃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为铃品 好我们这是一品 大家可以把这上面 理解 理解成 理解成那个铃品 你看铃品到我们二品中间 建个来一品 它是不是全音 好对 那我们从so和拉 so呢就是铃品 就是我们的空弦 拉隔音品 那它就在二品 那它就在二品 好我们讲到下一个 c和do是一个半音关系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好 c是二弦空弦 0 那么do 0和1对吧 那么我们的do 就在二弦音品 好 其实呢 这个音机呢 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大家不要只是把它弹下来 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的是 大家能够把它记住 并且能够一边弹 一边记 可以很慢速地弹 然后一整天 踢到一个高音的doh 你知道是在这儿 我们踢到一个中音的doh 你知道是这个 然后我们踢到一个doh 好 你要一下子能够反映出来 这才是我们练习这个音机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六弦谱当中 大家一共来尝试一下 好 从我们的风音doh开始 大家可以一边唱歌 好 这是我们第一小节 第二小节 大家可以看到是 休止 是空拍 我们呢 这个小节呢 可以休息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 继续我们第三个小节 大家可以看到第三小节呢 它是倒着回来 从我们的高音doh呢 回到了我们的中音的doh 好 首先我们按理二弦的一品 那这是高音的doh 松开 好 它是心 然后三弦doh doh 松开 so 好 然后我们四弦doh 然后四弦d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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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再回到我们中音的doh 好 大家发现 速度都非常简单 好 基本呢 只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 把它练手 并且在练的时候 我们要边弹边唱 边记忆每一个音的位置 好 那下面我们再来弹一下 好 当然我们在弹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几点要求 碳排音阶的要求一样 手指呢 到位 要站立 好 我们的手型呢 也要正 好 这些呢 就是我们每个练习都应该注意的 大家把这个音件记熟练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书上有个练习 好 叫做小蜜蜂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书记中 小蜜蜂的谱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部当中 好 那么这是一首C调 四次拍的 我们呢 采用了四次拍 这样子更有利于大家去做好这个练习 好 这个呢 整个梦都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慢速示范一下 好 好 这就是我们小蜜蜂的学习 那其实呢 它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把我们的音件练熟了 再来弹它 就不算容易了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